一大区块围着三角椎并且闪着警示灯 然而却有人骑入管制区 不久人车倒定 随后救护人车赶到把伤者送医 受伤的11名一交 因为跟一名男骑士发生拉扯 南骑士坐在人行道上头部也有伤 他的红色机车倒在一旁 事件发生在清晨4点58分 就在高雄前镇区凯旋四路路段 由于正在进行路面改善工程 现场封闭管制 但是33岁的竹姓男骑士 疑似赶着上班强行闯关 管制的一交制止拉人 没想到却遭拖行十多公尺 还波及到另一名女一交 两名一交送医后都是全身多处擦伤 男骑士自己也因为重心不稳摔车受伤 辖区警方获报第一时间赶到场处理 警方讯后将逐姓男子依罚害公务 以及伤害罪送办 男子恐怕没料到赶着上班闯工地 让自己惹祸上身了 华视新闻邱君平 许文男荣浩北高雄报导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